哈喽 罗玉你好 嗨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罗玉一开始第一次上我们节目 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你个人旅游相关的一个背景好不好 好 我在同大学时代就开始有一些旅行 那我因为一些学校的交换啊 或者说交换去做志工服务 所以有去过坦尚尼亚 然后还有去过瑞典读书 那我的替代艺比较特别 我是在泰国服役的 所以我之前在泰国三年 那在大陆的旅行部分 因为以前我们很多的学术交流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时常去大陆去交流 所以我也去过比如说南京啊 或者是浙江这一带这样子 那我自己在2010年的时候 有去西藏汽车 所以你刚刚讲交流都是一些学术单位 或者是大学对不对 对 大学之间的交流 那个时候非常的兴盛 所以你大学本科是什么 我大学本科是念数学 所以也是数学相关的一个交流 其实那个时候两岸的交流 主要就是让学生彼此认识彼此 所以我们都是跨院系的去交流 所以主要是青少年朋友的一个学生交流 没错 所以也是有点联谊的性质 是联谊性质当然占八成 然后还要带你们到处去玩一玩这样子 然后晚上要做一些联谊活动这样 对 那后来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新中国 其实我自己过去也是有累积一些 在大陆旅行的经验 所以后来从泰国回来之后 就有这个机会到新中国来 那其实我对于大陆有很多地方 我还是非常的向往 那像这一次能够去河南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期待 所以就进到了这个领域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 这个走读河南的华夏古文明的 这个时光行旅 那河南其实因为它不靠海 所以其实它有点贫瘠 而且据我所知 它应该是全中国蛮贫困的一个省份 对不对 先跟我们讲一下河南的印象 好 那其实在我刚去之前 我的朋友们也是跟我讲说 河南就是一个很古老 就是好像被时光抛弃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去到那边之后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 就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那种感觉其实跟我在西藏的时候 那种古老文化的感觉是相似的 那河南被称为华夏古文明的起源地 所以其实在那个地方 可以感受到很多华夏文明的痕迹 这是我对河南的印象 那其实河南很多这个离乡背景 到这个沿海城市打工的这个打工仔 那其实河南为什么会是 一个这么贫困的一个省份 是不是因为地理位置 因为土壤贫瘠的一个关系吗 我觉得它其实地理环境 有绝对的影响啊 因为它西边就是黄土高原 那它的东边 其实它是一个交通枢纽 那刚好它处于中国的中心 所以其实它交通方便 也相对的就容易造成人口的流动 那人可能容易从这边 就去到了北上广深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有自然 跟人文的因素在里面 那其实它现在虽然很贫困 可是它在这个过去的那个时代 它曾经非常的辉煌 对不对 其实它是很 好多朝的一个古都 包括这个郑州啊 洛阳其实都曾经在那边 有好几朝代定都在那里 那后来是因为这个黄河改到 对不对 所以好像造成他们 很多县市都有这个被淤积 然后造成他们变成贫困 一直到现在这样 对所以其实他们也是 一直在处理这个黄河的问题 那现在其实他们主力 其实在开始发展 所谓的旅游产业跟绿色产业 因为他们发现说 一直靠所谓的工业 是没有办法继续支撑河南 它自己本身的发展 所以近年来 其实河南它的旅游产业 算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过程 而且河南省 其实算是一个旅游 不是一个非常兴盛的一个省份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会去沿海 比较繁荣的一个大都市 江南 上海 北京这样子 河南相对就是看古都对不对 对没有错 就是其实河南比起 所谓的一线的旅游城市来说 它的确相对是比较不方便 但其实河南它有一个 我觉得这是它的优点 就是说它其实有很多的古迹 其实被保存下来 那个东西其实在随着 他们旅游业的发展的话 会逐渐的改善 那现在如果你去的人 其实你可以体验到就是更原汁原味的河南 那罗豫这次呢也非常的这个有准备 有一些图卡要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分享 如果你是看我们的影片的话 可以看到这些画面 罗豫先把我们讲这个河南省的一些地理位置 先跟我们呈现一下 好 没有问题 其实大家第一个都会想要知道说 河南省它到底在哪里 那河南啊 其实古代称为中原 它其实就是在华中地区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块红色就是河南省 那它自古称为中原 那其实有很多个朝代都在这个地方定度 像是夏商周啊 然后隋唐 然后包含就是东汉这些朝代都在这个地方定度 那后来到了元明清的时候 因为整个国家的重心往北移动了 所以它其实就比较有点没落的概念 好 那河南这个地方啊 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是在这里 我们说河南是华夏古文明的起源地 那如果你把这个历史切成两段 一段是史前 另外一段就是历史时代 你会发现河南大部分的故事 它都发生在史前时代 那这个史前时代其实包含了两个成分 第一个是所谓的神话 像我们很熟悉的 比如说三皇五帝啊 福西女啊这些 这些人他们的故事的发生场景就在河南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史前文化 那像我们很熟悉的养韶文化啊 然后像培里冈文化这些 就是很古代的这些早期人类的生活 他们也是在河南 所以其实你光是从史前文明来看河南 就可以看到很多丰富的东西 那在各朝文化的部分 就在两千年整个历史当中 每一个朝代在河南都留下不同的祖籍 那当然在隋唐时代 这个河南是最新正 因为它当时是首都 那再来到北宋 就是汴京开封 它也是首都 所以其实河南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看它的整个历史脉络 就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完整 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得到 每个时代在河南都有它的一个角色 所以其实在河南旅游 你会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 那就是穿越感 你会在这上下五千年里面 就是随处的穿越 你到一个景点 就是一个时空背景 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其他的省份 不会有的地方 那这次呢 我们就要就这个 六个旅游特色来帮我们介绍 对不对 就是从这个文物 生活 建筑 美食 工艺 以及习俗 这个六个面向来介绍 河南省的这个旅游特色 来 那我们是不是先从文物开始来介绍 好 对这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六大旅游特色 那第一个要带大家去认识的是所谓的文物 因为我们都说河南 它是这个古文明的起源地 那想必它有很多上古文物 那你想要认识文物呢 第一个地方就要去到郑州的河南博物院 那这个河南博物院 其实是1927年时候就成立的 是算非常资深的一个博物院 而且它里面大部分的馆藏 是以殷商时期的这个藏品为主 但是后来就是去国民政府牵台了 其实把这个河南博物院很多的宝物都带到台湾来 所以是为什么我们在故宫看到这个青铜顶这些 不过因为考古工作它是持续在进行的 所以后来在出土的一些文物 它就被保留在河南博物院 那在之前也有河南旅人来到这个地方分享 他有提到所谓的镇馆之宝 像是这个云文铜镜 然后甲虎骨笛这些 那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带来比较不一样的三样 那这三样东西 那第一个是所谓的富豪宵尊 那富豪宵尊距今有3000年 它是这个英朝一位皇后叫富豪 她的墓穴里面的东西 那这个富豪宵尊为什么知道是她的 是因为她的这个宵尊里面 她刻着富豪两个字 那大家可以仔细看 就是这张图 它像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猫头鹰 对 李大哥一定很清楚 对 就是在殷商时代 其实肖这个动物 就是猫头鹰 在他们的这个信仰当中 是代表战神的意思 其实这个肖在养肖文化的时候 就已经被用来当作一种图腾 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的人 他们对于猫头鹰是非常的 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这个富豪宵尊其实是一个酒器 那是他们就是比如说在济世的时候使用 这个肖针其实你仔细看她的时候 她并不仅止于猫头鹰 在她的头的背后有一只龙 然后在她的身体两侧其实是蛇文 那这个肖针很好玩 就是猫头鹰是两只脚 但为什么她可以站着呢 因为她这个肖针的背后 她的尾巴 她特别坐得非常的宽 变成一个山足顶地的结构 所以这个肖针是可以站着的 然后她这个上面的头是可以翻开来 然后就可以捞酒 好这个是2017年 就是大陆的这个文博类的电视节目 国家宝藏里面 有介绍 对被获选 当时是由刘涛演出这个富豪 当做这个宝物的守护人 对那第二件想要跟大家介绍 下面这张红色的图 这张图呢 其实在博物馆里面是非常大的 它的宽有五公尺 高有三公尺 基本上就是一面墙 它是出自于西汉梁王墓里面的一张壁画 那我们常常会说就是 中国有这个所谓的四圣兽 就是左青龙右白虎 南株雀北玄武 那这个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 所谓的四神云气图 就这上面就已经有所谓的四圣兽 但是这个时候的四圣兽的位置 还没有到我们今天想象的 左青龙右白虎 南株雀北玄武这种概念 它是以龙为做主体 然后它的背上这个地方是一只株雀 它的下面是一只虎 然后在它的面前是一只神兽 这个神兽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玄武 那其实这个话 其实它的意义是在于说 古人相信死后有天国 所以他们希望透过神兽 引领他们的灵魂到天国去 这个跟埃及的这个法老 他们希望透过他们的这些 一些吉祥的动物到天国去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可以从这张图当中 这张图是比敦煌还要早六百年的壁画 所以也有人称呼它叫做敦煌之前的敦煌 是非常大的一张壁画 但是因为放在国务馆里面 大家可能以为它是一个装置玉树 很容易把它给忽略掉 好那第三个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大家会非常熟悉 然后很有话题性的一块牌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块金牌 那这块金牌呢 其实它有个绰号叫免死金牌 为什么呢 因为这块金牌的主人 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中国女皇 叫武则天 那武则天她非常特别 她这一生当中 她透过夺权的方式 其实她破坏很多人 最后当上了皇帝 然后她到了晚年的时候 她开始对这一生所犯的过错 她觉得有一些忏悔跟恐惧 而武则天这个人 她早年是信仰佛教的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在她的这个时代 她们大力的去支持龙门石窟 但是武则天她到了晚年的时候 她开始信奉了道教 她想要开始吃场生不老药 想要可以产生 对 但是她觉得自己这一生 作孽实在太多了 所以她就请人 再打造了一块免死金牌 送到了松山去 那希望可以祈求上天 在他死后免出他的一切的罪孽 那为什么要选在松山 是因为武则天 他是在松山风扇的 但是中国的历代皇帝 基本上都在泰山风扇 而武则天认为松山 是最接近天的地方 那这块免死金牌的出土 也是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其实 你在生前拥有再多的权力 你做了再多的事情 其实你到生命的中期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一点点恐惧感 即便你是一个女皇 其实这块金牌 除罪精简这个历史也描述蛮多 就是因为武则天晚年 这个常常做噩梦 那做噩梦就是一些过去 他早年除掉的这些政敌 都变成鬼魂来找他 所以他就很害怕 他就打了这个除罪精简 然后找他的手下 拿到松山去把他放在那里 后来意外就被一个农民去捡到 然后就这样子出土这样子 那其他含金量还蛮高的 这个听说有96%点多 所以以当时这个唐代周朝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算是蛮特别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三件 都是在河南省博物馆的 这个三件特别的一个 另类的镇馆之宝 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到河南省去玩 也可以这个注意 找找看有没有这三件 这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国宝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 下一个这个旅游特色 是你要介绍生活面对不对 对 其实就是当你去了 河南博物院转了一圈之后 你就会开始对整个河南的历史 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适合 去各个景点去探索 那我想要第一个介绍的景点 是这个陕洲地坑苑 它其实位在河南跟陕西的交界 就是黄土高原上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其实就是一个 所谓的窑洞的构造 那窑洞有两种 一种是往横的转 另外一种就是往下转 那在陕洲的这个地坑苑 它就是一个往下转的结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四方形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合苑 那大家也有说 它叫所谓的北方四合苑 那这里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半血居这个生活的习惯 从养肖文化就开始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已经有四千年的历史 所以大家也称呼这个地坑苑 叫做黄土高原上 生活的一种活化史 那这个地坑苑 它其实并不只是为了 就是在黄土高原上谋生而已 其实它有非常严谨的讲究 就包含了这个四合苑里面 主人住哪里 然后厨房在哪里 客房在哪里 它都有非常明确 按照风水的格局去设定 就包含它的水景 还有包含它的厕所 必须要设计在对角线的位置 那除此之外 他们也很重视所谓的长幼有序 就是所谓伦理 儒家思想这种伦理道德的概念 所以他们的主人房呢 是唯一可以用三户窗 三户窗的部分 但是一般的 比如说子女房或是厨房 它只可以用两户窗 但是这个地坑苑 它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要怎么样去除湿 那这里面 其实他们有发现 就是其实在这里的人 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智慧 在每一个窑洞的洞里 洞顶 他们其实都有找一个洞 然后他们在这个门户的户顶 也找了一个洞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自然的对流作用 让内外的湿度平衡 那因为黄土高原上 它其实长期干旱 所以它可以确保说 整个地坑苑 它不会过度的潮湿 那除此之外 其实在地坑苑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就是散州减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图片 黑漆漆的 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 有没有 因为一般的碱纸 是所谓用红色的碱纸 他们是黑色 对 为什么呢 其实散州这个地方 他们这个人民 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那他们认为 就是这个习惯 是从来自于夏朝 因为夏朝 他们是崇尚水 崇尚黑色 所以他们一直保留了 这个古老的习惯 一直到今天 那他们除了用这个 黑色的碱纸之外 他们在碱这个纸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规矩 就是必须边唱边剪 歌没有唱完 你的纸是不可以结束的 那你纸剪好了 歌没唱完 那你歌也得继续 所以那个节奏都要配合得刚好 对 所以你看到那个老师傅 在你面前剪止的 那个和谐 那个真的是 数十年的精华 所累积下来的 所以他们应该有 很好的一个规律 就是刚好一条歌唱完 剪止就刚好完成 这样子 所以我们介绍这个散州地坑院 因为他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所以应该他应该是比较特别的行程 才会带去 对不对 因为这个舟车劳顿这样 对 那我有去详细了解过 一般只要是从河南去到陕西的行程 他们一定会去地坑院 因为那个路过 对 因为通常会玩洛阳跟西安两个城市 所以一定会路过 那如果你单纯在河南旅游的话 你可能会特别拉车去 所以刚刚听众朋友这个听完这个 地坑院的介绍 其实很简单 他就在黄土高原能够往下挖 然后挖成一个四合院就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住在里面 那其实住在那个半雀区 其实有个好处 就是东暖夏凉对不对 是的 没错 而且其实他们的窑洞是可以互通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院到那个院 所以他们的串门指方是很特别的 就是你在路上是看不到有人在行走 他们都走在地洞里面 对 外面就是可能就黄土高原 跟一些植栽而已 那其实都是在地下很精彩 而且这个地坑院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久远 可能保存的也比较少 对不对 可能有些已经都废弃掉或坍塌了 所以其实要看的话 其实要趁早 对 所以其实散州地坑院 它是一个特别被保留下来的 一个保留区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 可以到这个黄土高原附近的话 非常推荐可以到散州地坑院去 如果透过空拍的这个画面 就会非常壮观 这个地坑院一个洞一个洞 而且排列都还蛮整齐的 对 非常整齐 非常的严谨 好 那我们接下来第三个旅游特色 是我们要聊建筑 对 那其实说到建筑 因为河南它是很多个朝代的古都 那作为首都它的建筑 一定是非常有特色的 那如果要说到这部分 洛阳城肯定是最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因为洛阳城它其实从所谓东周时期的洛邑 就已经开始建成 一路就是代代相传到现在 那说到洛阳城 其实你问所有的洛阳人 说洛阳城哪里可以玩 那所有的人都会跟你讲一个地方 就是立井门 那我也会很好奇 就为什么立井门有什么好玩的 那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你想看古迹你可以去立井门 那你想要吃美食你可以到立井门 好 你想要拍网美照 那也是要选立井门 好 那立井门究竟长什么样呢 它其实长这样 非常壮观高大 对 非常的壮观高大 但是这个其实是清朝的版本 然后现代的重建 那说到这个立井门 其实我仔细研究之后 我发现立井门其实对洛阳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精神指标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隋朝时期 最早最早的立井门 就在隋朝的首都的皇城 当时是皇城的西大门 也就是百官出入的一个门 然后这个门附近是所谓的天坛 就是祭拜这个天神的地方 后来到了唐朝之后 这个立井门 到了武则天时代 它变成一个监狱 因为当时武则天 它成立了一个情报机构 要去帮忙它铲除阵敌 所以它的这个位置就设在立井门 所以很多人很害怕进去立井门 因为大家知道进去就出不来 它就设有点像东厂这样到处去抓一些政敌就对 没有错 它是东厂的这个始祖 他当时派的就是安排了一个酷吏 叫做莱俊成 这个很有名在历史上 因为他专门发明一些很特殊的刑具 然后还有就是专门去构陷别人 就比如说你随便说几句共词 他就可以帮你编罗之城 编一个故事 对因为他还出了一本书叫罗之经 就是教你如何去构陷别人 对那当然他后来也深受其害 好那到了唐朝之后呢 到了宋朝 这个立井门都还在 可是后来随着北宋的结束之后 这个洛阳城就算是千华洗尽了 数百年 原朝因为他的整个政治中心并不在中原 所以其实洛阳城是荒废的 好到了明朝的时候 他们决定重建洛阳城 那这时候的洛阳城就是一个方形的 他跟隋唐的时代有内皇城跟外国城 这个不太一样 那这个明朝的时候的这个西大门 大概也是为了要向隋唐时代致敬 所以他们也把当时的西大门取名叫立井门 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 但是随着明朝的结束呢 因为这个李志诚攻打洛阳 所以其实这个立井门又被毁灭了一次 好那后来到了清朝又重修 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那这个立井门在清朝的版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设计 它是一个半月形的设计 它里面的位置叫旺城 为什么会有旺城呢 是为了做军事上的防御 就是敌人如果攻破了立井门 他再冲进去的时候 在这个半月形的旺城内会埋伏的弓箭手 可以把敌人歼灭在这个旺城当中 所以你还没有办法进城 你又会再遇到第二次的防御 等于是有两个门 这个外门进去之后 里面还有个这个空间 然后你会塞在那个第二道门之间 然后这时候弓箭手就会拼命的往内射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真的是固落金汤的一道门 但是后来随着清朝结束 后来有抗日战争 那为了要方便疏散民众 所以又把大门给拆了 因为方便让大家可以进出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门呢 就是算是一个复刻板 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重建这样子 那其实故事说到这边 其实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为什么立井门对于洛阳人这么重要 因为假设你想象有一个丁子户 他就从水朝开始 他们世世代代都住在洛阳 那他可以听到他的爷爷 听到他的孙子 他们都知道在洛阳城有一个立井门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深远的记忆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到洛阳去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这个立井门 并不只是他外观上的一个壮丽 而是他是整个历史记忆 对于洛阳人的重要性 好那其实现在立井门呢 他这个从这个第一道门走进去 第二道门之后呢 就变成一条购物街对不对 对明清一条街这个稍后我们会介绍这个美食的部分 那在这之前呢 要再跟大家介绍洛阳的第二扇门 叫做定鼎门 好那定鼎门呢 是隋唐洛阳城 他外国城的镇南门 在隋朝的时候叫建国门 后来在唐朝的时候改名叫定鼎门 那这个定鼎门是以前 比如说思路这些丧旅 他们来到洛阳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就进去洛阳的地方 好那这个定鼎门 他其实是一个遗址重建 就是他们在这个门里面 这个门的地基上发现了隋唐时代的门遗迹 然后做一个原址的保护 那后来这个门呢 现在这个是仿照隋唐时期的这个史料记载所复刻的 那这个门有个很大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三个门楼是成一字线 这个在建筑工法上叫一字雀 左右两边的这个叫雀 那这个一字雀呢 其实是隋唐时代 长安跟洛阳唯一一个采用一字雀的一个建筑设计 所以他有他的独特性 那除此之外 定鼎门的发现 其实提供了隋唐洛阳城一个定位的概念 就是当你知道 OK定鼎门在这里的时候 因为隋唐时代 他们的都城是按照仿式分离 就是期盼式的结构 那你找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的去定义出 其他的地方 他们的位置在哪里 那除此之外呢 在定鼎门还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 就是他们发现了骆驼提印 那为什么 这个骆驼提印其实是指说 就是斯路的商旅 他们来这边经商的时候 所踩踏出来的一个脚印 那因为这样的发现 在2014年就是 中国基尔吉斯跟哈萨克 联合申请的这个 世界文化遗产 改写了古斯路的历史 过去我们都认为 古斯路是从长安城开始 但是现在就往东升到 延伸到洛阳去 就更长就对 对所以这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定鼎门 对 好 那下一个我们这个旅游特色来介绍 终于可以聊点美食 对 刚才这个李大哥有说到 就是丽景门进去之后 就是洛阳的美食街 对 那这个现在叫明清一条街 那他以前叫西大街 因为这个是他们以前古城的 东西南北的四条大街之一 那说到美食 其实我觉得洛阳能吃东西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喜欢汤 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花 那说到汤啊 就是李大哥如果有去河南 你应该知道就洛阳能早上 中午晚上都要喝汤 比如说牛肉汤 羊肉汤丸子汤这些 对 那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不凡汤 这个布是不要的布 然后凡是凡东西的凡 为什么叫不凡呢 那他们有一个传说啦 据说是清朝时候康熙帝 他有一次为福出巡的时候 来到洛阳 那因为天色已晚 结果没有东西吃 就看到一个妇人 他站在旁边煎饼 但这个煎的饼只煎好一半 另外一半还没好 这个时候他的下人就等不及 就把饼抓来给皇上吃 那老夫人就说 不行不行 还没翻不熟 那皇上就说 不翻不翻 这样很好吃 就一吃起来就觉得 这个很美味 人间美味 对 后来老婆婆就觉得 他们这样子很不好意思 所以就把他的饼呢 又再煎了一片 同样也是一边不熟 然后拿去泡在他的汤里面 给他们吃 那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好那因为这个传说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来到洛阳 都要专程来吃这个不翻汤 那我个人是对这个传说 持一个很保留的态度 因为皇上出巡 居然没有食物可以吃 这也是蛮离奇的事件 民间传说吧 对 好那回到这个不翻汤本身呢 这个不翻汤 其实他有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上面有一块不翻饼 这个是要用绿豆粉去煎的 而且他真的就是不能煎熟 他的另外一面 是要在汤里面 把它给围熟 然后他里面的用料 就包含了青葱 耳丝 然后还有一些中草药 跟这个豆干 类相关的东西 那有些人会加一些七绒 或是羊肉 所以基本上整碗汤 里面料非常的扎实 你基本上在吃一碗汤 而不是在喝一碗汤 就很像石筋火锅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大家到洛阳的话 有机会其实可以去这个丽井门 因为整条西大街上面都是不翻汤的店 你可以找到素食家 那包含有曾经在这个舌尖上中国 所露出的店家都在里面 所以整条街其实不翻汤店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只有素食家 所以你可以挑一间 你看起来是比较顺眼的去品尝看看 对 那另外一个特色是所谓的花 我常常都跟人家说就是洛阳人爱吃花 这个不是嘲笑他们 而是真的 在这个洛阳有一个唐代的宫廷宴席 叫做洛阳水席 那如果你有去吃的话 你会发现说他们其实会在汤上面撒牡丹花瓣 那你如果来到这个丽井门的这个明清一条街的话 你会更是看到不同的牡丹料理 那我这边一一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像这个叫做牡丹饼 这个牡丹饼就是用牡丹花瓣当成馅料 有点像台湾的牛舌饼一样 但它里面加了牡丹花瓣 那另外一个这个是牡丹酥 这个牡丹酥有点像牛杂糖 但它的牛杂并不是那么的绵密 但蛋糕的成分多一点 所以吃起来软软黏黏的东西 然后带有一点点香气 那上面这个大家看起来一定会知道 会猜说这个是龙须糖 但这个地方在当地叫银丝酥 那这个银丝酥有什么特别呢 它的这个越大之后这个银丝酥啊 就是龙须糖它其实用蜂蜜沾粉再拉成的 那这个蜂蜜是用牡丹花的花蜜做成的 所以吃起来味道也会有点点不同 那最后最时尚的是这个叫做 他们当地叫水馒头 那这个其实是来自于日本的水性玄饼 那他们就把这个里面的馅料 就把它换成是牡丹花 所以吃起来也是会有牡丹味 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的这个小吃 在等条大街上你就不由得不相信洛阳人 真的很喜欢吃牡丹花 而且这个洛阳牡丹花也非常有名 所以他们就自然这个把牡丹 这个变成一些创意料理这样子 好我们来介绍下一个 我们要聊这个工艺的部分 是 其实河南它因为历史悠久 所以它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很多 那其中一个我觉得 大家最耳熟能详大概就是洛阳的龙门石窟 那龙门石窟首先我想给大家看到的 第一个画面是这个 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石窟在哪里 其实石窟是在旁边这个山上 那为什么会给大家看一个 这种很像峡湾的地形呢 其实这跟龙门石窟的前世有关 其实这个地方叫做伊水 这条河叫伊水 左右两边分别是东山跟西山 那这个两山排开伊水中流的形式 很像一个门 所以当地的人把这个地方叫伊雀 那到了水朝的时候 因为水阳帝他想要迁都到洛阳 所以他有一天在洛阳城的城外 在看这个风景的时候 他突然指着伊雀说 这不是龙门吗 这应该是天子的门户啊 为什么没有人发现 其实就是暗示他身边的手下说 我们要迁都了 结果大家当时就面面相去 结果后来就有人跳出来解套 就说就在等陛下您迁都啊 所以因为这样水阳帝迁都到洛阳了 那也因为这样伊雀 他得到一个名字叫龙门 那我觉得这两个名字都很美 那尤其是你刚进龙门石窟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像北欧辖湾的一种地形 其实那种感觉非常好 那大家熟悉的石窟 就在这左右两边的东山跟西山 那因为龙门石窟 它有大概十万多尊的佛像 那你仔细看一天是看不完的 所以如果你时间有限的话 我推荐大家可以从西山开始 就是从这边看一些经典的石窟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介绍 六个比较经典的石窟 那你如果从西山路口进来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峡湾地形进来 首先你会先到潜溪寺 那潜溪寺这个其实顾名思义 它就是有以前有地下水的关系 所以叫潜溪 那这个潜溪寺它的这个雕塑 其实是唐高中时代 那时候已经是非常的成熟的一个技术 那再来是冰洋山洞 那我认为冰洋山洞 是最能够代表龙门石窟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这三个洞 其实是从不同时代开造的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龙门石窟是从唐代开造 其实不是 它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 他们就从这个山溪来到了洛阳 就开始开造龙门石窟 所以其实早期这些工匠有很多 可能来自于这个大同的云钢石窟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龙门石窟里面有一些北魏的痕迹 那冰洋山洞就是一个象征 就是它的这个中洞 其实就是比较早期北魏的一个风格 那再来还有就是南洞跟北洞 那北洞是最神秘的 北洞它的这个佛像 它比了一个很特殊的法印 那因为岁月风化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比一个夜 变成夜了 对现在变成龙门石窟的一个网红景点 就是大家可以不懂佛法 但是一定要来跟佛陀一起比业 好那接下来来到的是这个万佛洞 那万佛洞它是讲求一个大圣佛教的精神 就是万众成佛 所以你会在这个佛窟里面看到 大大小小的一万尊以上的佛 那这边有一尊比较特别的 我称呼它叫做洛神菩萨 这个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呢 其实在民国初年这个金句大师梅兰芳 他曾经写了一部剧本叫洛神 那他当时为了寻找这个洛神 拼廷阿诺的一个灵感 他找遍了全中国 最后他在龙门石窟找到了他的答案 所以他很多次到龙门石窟来看这尊洛神菩萨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佛像 就他体态非常的特别这样 对 虽然他只有下半脸还保存着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体的体态 这让这个梅兰芳大师非常的欣赏 那接下来是一个老龙洞 那老龙洞的部分他很有趣 就是这个洞窟里面其实并没有大型的雕像 反而是很多的小型浮雕 那根据专家的推测是说 其实当时有很多个人想要 试图的去开凿这个洞窟 但是可能都因为至今或是什么原因中断 所以最后变成是把整个洞窟磕成像一个疏处一样 就是有很多的浮雕的佛像在里面 那最后一个是莲花洞 那莲花洞他其实他的冲顶 在就是他的洞的顶部 有一朵非常大的一个石莲花 莲花的雕像 那这个莲花雕像栩栩如生 后来据说人民大会堂的这个天花板的这个造型 就是取自于莲花洞的这个灵感 那最后你继续往下走 就会来到最有名的奉仙寺 那这边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为什么有的叫寺有的叫洞呢 那是因为其实以前的石窟 它其实是石窟寺的简称 就是说一个石窟就代表一个佛寺的概念 所以你会看到在龙门石窟 有很多地方是什么什么寺 但它就是一个石窟 那奉仙寺最有名的就是 这一尊卢舍纳大佛 那大家传说这是武则天 贿赂工匠希望可以按照他的形象打造 那其实根据史料记载 这个其实是他的丈夫 就是唐高中的时候就开始 就是下令要开早 但是武则天他慷慨捐献了 他一年的脂粉钱 赞助这项工程 希望加快就对 对 那至于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期盼 你就真的不得而知 可是因为这尊佛像 它刻出来有一种似笑非笑的朦胧感 所以不少人就跟西方的另外一幅画做联想 就是蒙娜丽莎 所以大家也称呼这尊卢神纳大佛 叫东方的蒙娜丽莎 这是龙门石窟的六大的避看经典石窟 那其实龙门石窟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景点 所以它整个步道的设计都非常的完善 那包括到了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洞窟 它就会有这个台阶这个步道指引上去看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顺着步道走 都可以很愉快的走完这一趟 但是特别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一些这个典故 你看佛像才不会看起来每个好像都一样 对 有看没有懂 对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可能最后你只想走到这个终点 就是那个卢神纳大佛这样子去拍照 因为它最壮观 然后又好几座这样子 那其实包括这个达尔林队也会几乎把 一定会带你们到这个最后这个卢神纳大佛去拍照 那其实它整个龙门石窟的佛像非常的多 包括东山西山都还有对不对 对 那但是东山的部分 因为它比较少大型的雕塑 然后另外一个是它可能被破坏的比较严重 所以相对之下 它没有到西山这么的精彩 所以如果大家时间有限的话会比较推荐去走西山石窟 对 大部分都是从西山那个门开始这样走一圈 然后绕到东山上车上游览车离开 好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工艺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还有除了石雕之外 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瓷器 在河南它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出产所谓的菌瓷 菌瓷是来自于唐朝 但是在宋朝开始成为一个被立为官窑 成为一个专门提供国家的一个技术 那这个菌瓷有什么特别的呢 它的窑变非常的厉害 一般的这个瓷器 它进去之后可能颜色是很单一的 但是这个菌瓷它窑变出来的话 它可以产生出非常艳丽的颜色 包含所谓的梅子青 或是海棠红 就这些我们一般不会直接联想到的一些颜色 它都可以烧得出来 那另外就是它质地非常的好 那如果想要认识菌瓷的话 可以到河南的宇州 那宇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 菌官窑遗址博物馆 那这个博物馆是可以让你认识 整个瓷器跟陶器的一个历史脉络 那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它其实从石器 这个从这个河南的培里冈文化 八千多年前的石器 到后来的阳梢文化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点像是现在我们使用的这种香氛精油灯 但其实不是这是阳烧人的炊具 他们在这边煮饭 然后再来就是瓷器 那其实瓷器到了宋代以后 它不只兼具功能性 它也兼具所谓的观赏性 所以他们创在当时生产很多这种瓷枕 就是枕头的枕 在上面做很多的彩绘或是写上经文 那它可以拿来用 但是它也可以拿来做观赏 那你如果来到这个博物馆的话 你可以先认识到整个瓷器在河南的脉络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它隔壁生产军池的小镇 叫做神后古镇 你就会特别的对当地有一些认识 那这个神后古镇是从唐代以来 就是一直在烧窑的 一直在烧瓷器的一个地方 那在宋代它是被列为观窑的一个地点 后来到了明清时候 是专门生产所谓的生活瓷器 那这个神后古镇目前大家看到的样子 它其实是明清时代留下的遗址 那但是即便是这样 你进去还是发现是古色古香的 那因为他们常年都在骚遥 所以他们有祭拜遥神的一个习俗 所以当地有遥神庙 那另外因为这个地方 它因为经营这个瓷器 所以很多人致富了 那这个商人致富要偿付 那神后古镇的人他们怎么偿付呢 他们的方法就是大家的房子的宽度都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你家有钱就盖的特别宽 但是你家的房子可以盖的特别深 所以他们在每一个这个房子进去 你都可以看到很深的穿堂 有的是两个穿堂 有的是三个穿堂 除了深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高 他们会在最后面盖高楼 所以又深又高 是他们当地富贵的一个象征 那在这个高楼上面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想要问大家 就是大家猜猜看这个高楼上面 会是住家庭成员的哪一个角色 照理讲是不是应该最得高望重的 其实 可是他爬不上去 对就是其实老人家爬不上去 这个高楼上面是住未出嫁的闺女 这有点像是我们看到这个长发公主 她必须要住在城堡的顶楼一样 对对 是避免他就是到处乱跑 养在深归人为之 就是一定要把它摆在最高的地方 就是这个概念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习俗好不好 是 其实在 在整个河南有非常多的习俗被保留下来 那其实 接下来带大家去的地方是所谓的开封府 那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开封其实本来不叫开封 它叫起封 为什么叫起封呢 因为汉景帝留起 他要避了他的会 所以改名起叫开 那这个开封 这几年有做了一个叫起封雇园 是一个仿古建筑的一个园林 那这个地方很有趣的事情是 它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一个就是古代的婚礼 那我们刚好那天在起封雇园的时候 有目睹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古代婚礼的结婚过程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新娘 那这个绿色衣服的这些是工作人员 然后后面旁边这些是穿比较艳丽的 是这个亲友 那这个新娘呢 他必须要在他的家拜别他的父母 按照古代的习俗 然后等待出嫁 那这个时候呢 新郎他必须要跟着梅人坐船渡河 然后到新娘家来迎娶 那大家拜过天地之后呢 新娘在坐着轿子 新郎骑着白马 过桥再渡河 再去夫家去澄寝 所以说其实整个过程是非常隆重的 那我们当天就是目睹到这一切 我觉得不管是对于结婚的人 或者是说我们这些一般的观光客来说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痕迹在里面 所以来这边主要是欣赏宋代的这个古婚礼就对 对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啊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景点 就是在开封有一个号称东方迪士尼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清明上河园 那清明上河园 他是仿北宋的画家张哲端 画的清明上河图 所复刻的一个算是游乐园 复刻景点 对 那你在清明上河园 你刚进去之后 你首先会有一个体验 就是宋服体验 他们会随机提供你不同的宋服 那你就是开始换上宋服之后 你就是开始当一日北宋人 那这个清明上河园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在于说他有清晨到夜晚 不同的表演 完全不间断 所以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 你就真的就是一种穿越的概念 你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岳飞枪挑小梁王 然后那个地方你看到东京保卫战 然后另外一边你有看到新娘在抛袖球取亲 所以一整天的行程走下 你会发现你完全都不会无聊 而且你就是活在一个北宋的时代 所以景区的一些服务人员 全部都是穿宋服啊 对就包含他年迈的食物 比如说冰糖葫芦 他都帮你弄成是古代的样子 对然后包含你要去买一些纪念品 他的礼品店也是帮你打造成古色古香 就穿越时空回到当初北宋的 那个清明上河图这样子 对那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会说历史是一种很古老的产物 就是大家年轻人不喜欢这些东西 其实清明上河园就让我知道说 其实年轻人也会喜欢这样子 就是用一种轻松另类的方式去体验 那大家就可以很容易去融入 这所谓的历史或文化里面 其实大陆这种仿古的景区非常多 可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个 完全大家连服装都仿古的话 那真的是另有一番风情 最后来帮我们介绍 还有哪一些这个河南隐藏版的旅游景点 是那我其实对于河南 自己还有一些不同的景点的期待 那因为最近是鬼月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应景的景点 就是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这个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它是在洛阳城北的芒山 那当地人其实有一句俗语叫做 身在苏杭 藏在北芒 为什么呢 因为苏杭是大家认为 人活着时候的天堂 那死的时候的天堂在哪里呢 在北芒山 这个结构很像北京的名词山林 就是北京城北方有一个天寿山 那洛阳城北方有个北芒山 那这个北芒山葬了九个朝代 二十四位皇帝的陵墓 所以堪称是中国的帝王古 那这里上面主要有 汉代的一些古墓被挖掘了 那他们的这个古代艺术博物馆呢 就是把这些挖掘的古墓里面做保存 所以你在这个古墓里面 你可以看到真真实实的壁画 还有真真实实的棺材 还有他们一些陪葬的用品 就把古墓当成一个艺术馆 博物馆就对了 是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我认为它的价值 还没有被完全的发展出来 大家可以想象 明石山林 其实只开了一个定林 就已经可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 那这个其实比这个年代更久远 它的这个馆藏更加丰富 其实是算是未来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景点 是 那另外一个景点就非常的古老 是所谓的桑丘火神台 那之前有提到说 三皇五帝都在河南 那桑丘火神台是碎人寺 它的一个家乡 那碎人寺 我称呼它叫做东方的普罗弥修斯 因为它专幕取火 把火带到了人间 那火神台呢 是为了看守火种用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 因为还太早了 所以人们对于火的掌握 还不是那么的成熟 所以为了让火必须湮灭不绝 就需要有一个人 专门去看这个火 那除了看火之外 它还有一个工作是要去观察星象 所以这其实是中国最早以前的天文台的遗址 比这个松山的这个元代天文台的时间还要更早 那这个火神台 他们其实也有古镇叫桑丘古镇 那他们在那个地方 还有所谓的火神祭 在每年的正月的时候 其实都保留非常多 很古老的文化在里面 那最后一个是安阳的文字博物馆 那这个地方其实在英虚附近 那文字博物馆里面基本上就是展出汉字的起源跟甲骨文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旁边的英虚 因为英虚其实从上个世纪就一直开早到现在 一直不断的发掘都有新的东西 那你如果可以实际到英虚去那边走一趟 那种感动就好像你去兵嘛 你看到那些一边考古工作 然后一边呈现这个考古发现的过程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三个地方 所以以上是我认为就是未来 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河南 你有机会可以深入到这个在地的话 千万不要放过这三个景点 好 最后罗宇再帮我们总结这一节好不好 这个河南到底你推荐给什么样的一个游客 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印象 到大陆游玩很多比较年长者才会想要去大陆 那像这样的一个旅游景点 你觉得适不适合推荐给年轻朋友 其实我认为河南最适合的是喜爱文化 跟喜爱有内涵的东西的人 这个东西其实不限于年龄的限制 年轻人有些人也是喜欢文化 也是喜欢一些就是有故事的东西 那你如果喜欢故事的话 我认为河南可以给你最华夏文明最古老 然后最原汁原味的故事 而且很多东西是可以看得见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认为就是 现在有一些所谓网红的景点 我认为其实河南也有很多 因为它的这个历史的悠久 让它其实呈现一种多元性 像有一些城市 它其实可能只有宋代之后的历史 那有一些城市它可能只有清代的历史 但是在河南你可以找到上下五千年 那那种穿越感跟那种丰富性 是值得每一个人去体验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新中国的旅游达人 罗宇为大家介绍